睡梦长来睡梦长 梦长张飞比刀枪 岑鹏昌武战旅部多亏罗成那杆枪 开店的梦江女哭倒了长城的孙二娘 大破天门镇的是刘京定挂帅的沐桂英夏南棠 孙大圣又把这吹饼脉是大闹天宫的事 五大郎 这花叉子不讲理的定场师带过之后 咱们赶紧得入正活 为什么呀 今天咱们这书啊 它削微的有点长 要我说呀 咱们讲了半天清平准杆尔之战 您瞧嘞 这乾隆皇帝的实权武功里 这就占了两宫 可说嘞 这清平准杆尔 在咱们的书馆里马上就要结束了 要是让我听别人说这段书啊 那我单等今儿这集呢 那为什么呢 咱们都知道 现在这准杆尔韩国 它没了 咱们不能不承认呢 这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一个国家 并且这个国家的版图 就在咱们现在国家的领土范围之内 那么说这准杆尔韩国的疆土 就是现在的新疆吗 实际上啊 它没那么大 准确的说吧 应该算是新疆的北疆 但是南疆呢 在准杆尔韩国时期 属于它的势力范围 关于这件事啊 咱们过两天讲到这个大小合作之乱的时候啊 咱们就能讲清楚 那么您现在再到新疆这块土地上 您再去找去呀 您只能找到这个准杆尔盆地 和这个中俄边界上的准杆尔门要塞 那这段历史啊 给我们留下真实还能存在的 也就剩下这两个地名了 那有人就得问了 这准杆尔韩国哪儿去了呀 土地还在 可是啊 后人文明已经消失殆尽了 那么人去哪了呢 有人就说呀 这就是这个清王朝 乾隆皇帝 在这块草原上啊 通过大规模的屠杀 所制造的种族灭绝 那今天呀 咱们就要掰执掰执 到底是不是这样 哎 实际上呢 掰执也且轮不到我呢 我呢 只不过是负责呀 把这些事件给您捋一捋 具体呀 这是非公断 您心里掰执去 哎 上文书咱们就说了 说这个赵慧呀 封官了 可是啊 咱们上文书说 封的那些官啊 都是场面上的官 怎么呢 那只能代表啊 赵慧现在的品级 实际上在前线带兵的官职啊 咱们可还没介绍呢 那封赵慧在前线是个什么官职呢 哎 伊犁将军 哎 您记住了啊 打赵慧这开始 大清朝在这个新疆设立了伊犁将军 也就是说呀 把这个新疆北疆这块啊 实施了大清朝的边疆将军制度 您看这个黑龙江将军 圣经将军和这个吉林将军 哎 跟这个意思是差不多的 说这个地方啊 哎 在这个行政长官这一职上 他不设文职 也就是说呀 没有这个都府到县 在这设的将军呢 这军事政务一把抓 这一人说了算 直到啊 这光绪年 新疆正式建了行省 往那啊 派了这个都府大员 这新疆伊犁将军一职啊 才被取消 这赵慧啊 就是西路军的总指挥 那西路军当中啊 还设了两员随军参赞大臣 一位啊 叫厄实 另外一位啊 叫傅德 说完了西路军呢 咱再说北路军 北路军的总指挥啊 是谁啊 新镇定边将军 乘滚渣布 乾隆皇帝的小表弟 这个俄夫侧棱的儿子 给这个乘滚渣布配备的参赞大臣呢 叫书和德 这一下子您就听明白了 实际上清平准备 最后直至胜利啊 这大清朝廷在决定层面上啊 就三个人 在北京城遥控指挥 居中调度的乾隆皇帝 前线的西路军的统帅赵慧 和北路军的统帅乘滚渣布 这三个人的组合啊 听起来是没什么 实际上您仔细想想去吧 这应该是这大清朝啊 最恨厄鲁特 最恨准夹尔的三个人 咱们先说最没故事的 那就是赵慧 因为赵慧的故事咱们讲的差不多了 那他为什么恨这个准夹尔人呢 从这个私情的方面讲啊 这准夹尔人呢 就差一差也要了赵慧的命 从这个道义上讲呢 这赵慧啊 恩怨分明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自从领兵来到墨西蒙古啊 想的就是一件事 把这块土地尽快的 画进大清的版图 从这个君臣大义上讲啊 这赵慧啊 是个忠臣 哎 说不好听的话 都有点死忠了 咱们现代人讲啊 得辩证的看事物 哎 你对就是对 你错就是错 无论你的这个官职有多高 是不是我的顶头上司 可是在王臣时代可不行 那对领袖啊 要绝对忠诚 忠诚到啊 这对领袖不容质疑 说完了赵慧啊 咱们再说这个乘滚渣步 这乘滚渣步啊 实际上啊 是卡尔喀蒙古 他姓什么呢 他姓啊 博尔吉吉特 做来这墨北蒙古 卡尔喀布 之所以能够投降大清 哎 那还是康熙年的事 就是因为啊 受不了这墨西蒙古的 准嘎尔人的欺扰 说是欺扰都是清的 当时啊 这准嘎尔韩国 大含嘎尔丹 狼子野心 他就是想着呀 要统一草原 第一个呀 要收拾的就是 离他最近的 这卡尔喀蒙古 这卡尔喀布呢 归出了大清以后啊 和这准嘎尔部 这仗也是没少打 哎 这个领头打的 都是人家这个 博尔吉吉德策灵家 也就是啊 这个成滚扎布的爹 这还是啊 不足之间的矛盾 这成滚扎布啊 跟这个准嘎尔人呢 还有丝绸 这准嘎尔人呢 在一次战役当中 就把这个俄夫策灵的 两个儿子 也就是成滚扎布的 两个兄弟呀 裸走了 就囚禁在呀 准嘎尔韩国的 这个首都伊里 这俄夫策灵一家呀 引以此事为奇迟大儒 更让人受不了的 这准嘎尔韩国的使者呀 还曾经跑到北京 去要挟羞辱过俄夫策灵 到了成滚扎布这辈呢 这个人呢 骁勇善战 领着兵杀沃鲁特呀 在他手底下 基本上就没有活狗 在他身上 所有的官衔荣誉 最有闪光点的 那就得说是在乾隆二十一年 乾隆皇帝亲自赏贷三眼花灵 这可能啊 是大清朝有史以来 第一个赏三眼花灵的人 不过有一点 我得交代清楚了 这个很多网红写的 网红文章里边啊 交代说这个大清朝 一共有七人赏贷三眼花灵 可没有他 也不知道啊 是青史稿写错了 还是这帮网红写错了 您看这个成滚扎布 他不但恨这种人二人 他并且还是个狠人 说完了这两位啊 咱们再说说乾隆皇帝 那么乾隆皇帝 现在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其实啊 乾隆皇帝心里 早就对这些恶鲁特人的 失去了耐心 乾隆皇帝心里琢磨了 这算什么东西呢 投降了造反 反了降 降了再反 这种反复无常的行径啊 你们连小人都算不上 从最初的阿姆萨纳 哎 到萨拉尔 再到后来的 这 盖洛杖多尔记和拜尔 这两位大汗 这乾隆皇帝 这份寒心呢 就别提了 这清征准盖尔啊 这整个事件 咱们是从头捋到尾的 到最后 我乾隆皇帝 自己说过一句话 我认为啊 还是非常在理 也就是说 这乾隆皇帝 是非常占理的 是什么一句话呢 他说呀 朕义原不过是旧旗四步 分封四寒 已是鸡迷而已 前面所钻的太学碑文 以及这四寒分封之兆俱在 此诸王大臣天下成功共建 至阿姆萨纳叛逃 及嘎勒档多尔记等称乱反之 事出意外 因缘辗转 以至今日溃之世纪 时有不能终止之事 而维拉特之中 诸脚者诸脚 并王者并王 既见而避之一人 且无授之者 此货者呀 是上天已全部 魏拉特 赐我国 实际上这是乾隆皇帝显摆吗 我倒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这是乾隆皇帝 很大程度上的无奈 这乾隆皇帝 对天下人说 也说你们看呢 说这分封的四寒的诏书 还有啊 索克的太学碑文 现在还在呢 我是那么想的吗 是要把这整个 厄鲁特部 准够二汗国踏平吗 并不是 我本来是想啊 分封四寒 在这个地方呢 推行那个一朝两制 实施我的蒙奇制度 你瞧你们这帮魏鲁特 阿姆萨纳叛逃 后来啊 这个嘎勒藏 多尔基一帮孙子 又跟着响应 那我要什么办法呀 这一定是啊 老天开眼 我大军所到之处啊 杀了你个人阳马帆 不但如此啊 老天啊 还降下天花 这厄鲁特人呢 还病死了好些个 所以说呀 我也不想什么四寒不四寒 分封不分封了 这就是老天爷 明着要把这北疆准部啊 赐给我大清朝 那我别客气了 得着吧 实际上啊 这乾隆皇帝 在这个赵慧第三次打进伊犁的时候 就已经给赵慧下了一道名指 让这个赵慧啊 放心的杀 不要心理负担 乾隆皇帝下令 进诸丁安以女口赏 卡尔卡 听起来这前半句啊 还挺怀柔 进诸丁安 也就说只有勾壮丁的才杀 那什么勾壮丁呢 难过十六 身高过五尺 就为壮丁 那么说呢 这个孩子肯定就不杀了吧 可是后一句怪可怕的 以女口赏卡尔卡 也就是说呀 把这个牲口跟女人呢 都赏给卡尔卡部蒙古 那剩下的呢 剩下的当然就是那些男孩子了 没说 那干嘛使啊 这八旗部队啊 不可能因为这些孩子呀 在写一刀奏折呀 给皇帝奏报一下 问问怎么办 那就干脆省事来 不怕废刀子 这些人呢 就都成了这草原上的草原肥料 要说战争当中的计策呀 它不分好坏 只有啊 管用和不管用一说 这鄂鲁特人呢 经常使一些比较刁装古怪 比较反人类的计策 就是诈祥啊 先说呀 归祥 然后反口一击呀 吃掉你 前来接应的清军 这官二家满伏 带着一千清兵啊 就中了这样的计 结果这满伏 身受重伤 坠勾而亡 像这样的事情啊 还有不少啊 这些事情被报到了京城以后 这乾隆皇帝非常生气 又说了 圣武纪所在 上也就是皇上啊 上一准步诸求俘 受封赏 规则判 致厄鲁特人 皆不可得怀 皇上说这厄鲁特人 那缺了得了 使得全是骗杀 我八七军的阴招 所以说呀 咱们干脆 你收服的这些厄鲁特人呢 只要你觉得对他不放心 就一律诛杀 要是你们觉得 没有什么把握呀 干脆就告诉他们 把他们呀 往东迁移 迁到哪啊 巴里昆附近的草场 一过了巴里昆呢 那就是完全八七掌握的地区了 到了那之后啊 再就地处决 对这个厄鲁特呀 这乾隆皇帝就够恨的了 这里边还有人扇分 谁呀 赵慧呀 赵慧呀 就建议乾隆皇帝 说这个魏拉特人呢 反复无常 应进行剿灭 赵慧现在正当红啊 乾隆皇帝一听啊 没错 此等贼人断不易 稍事姑息 为老幼嬴弱之人 或可着量留存 另从安排 前此两次进兵 亦不免过于孤从 进入依照乾半礼 则大兵撤回 一等负滋生事端 乾随可为明鉴 这华尔纸里啊 倒是没说让前线的 这帮将士杀人 可是啊 这跟明说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他说呀 这前两次啊 就是前车之鉴 大军一撤回 他们就又叛乱 大军一撤回 他们又叛乱 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呢 哎 那意思说你们瞧着办吧 那赵慧等人 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那唯一的办法就是 让他们没有叛乱的余地 哎 没有命 在叛乱 说到此处啊 这大清朝 哎 说话管用的这几个人呢 他们是怎么想的 咱们基本上也就都明白了 那么具体又是怎么实施的呢 咱们明天接着聊 哦 哎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